大家關心報地町的消息 報地町福酒酒麵線 預備了一般秋冬麵線 富哲人創梁坤由玉亭紅阿母 團成老廚古早福酒麵線的祭壇 麵線比較粗、口感比較Q 每天過島後拍麵線的過程 竟幽阻白色的普通 前來參訪和這次各位人客 都讚嘆、好吃又又好吃 富哲人創梁坤說 當地客戶鄉的中人 製作福酒酒麵線多年 在台灣已經很少有人 用這種方式來讚麵 他向人客室讚麵 為一開始完全不滿 總是一種麵線優等 當去的麵線就自己剪掉 經過三年割完後出塞 在北地町管道英國七山開店 開始製作抽油麵線 至今已經14年 立乎林悠玉亭說 抽油麵線製作辛苦 再去四點開城開始比了 經過軟麵、鈞麵 再將麵條用北地形的方式 提供兩支提供的頂端 經過生麵 過島後開始牛麵、進行噴麵 我們這麵線 跟一般外面的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 有那種皮的Q 這是純手工的 因為這 做法比較費工 所以 我們吃起來的口感 就比較Q 那就是那種皮的Q 跟我們一般外面買的市面上的 買的都不一樣 這手工麵線 早上起來四點半 早上四點半就要起來開始做 它的前置作業 很繁雜 就是 一天做下來 我們都要照時間走 他如果 沒有照時間走的話 麵會去炒上去 都要看天氣 天氣是不乾的 我們就要趕快進來 進來用烤的 這個好吃麵線讚 手工的真的是不一樣 煮不爛又很Q 我們就用個豬油 拌一拌就很香了 這樣子 炒涼粉 油育堅 紅仔母兩人一天用兩包的麵粉 可以製造大約九十斤的麵線 當年來 經過靠逆雄團 成為當地專門的產品 要購買必須要生意欲 紅色顧客說 福酒酒酒麵線的麵條 比一般的麵條更粗 煮過後也不夠幾個 而且口感Q 以及加以這種口味 是上來賣也有顧客說 自己會害是蚵仔的三窟 為米的蚵仔搭配到真Q的麵線 造成蚵仔麵線最中的味 新新聞中來行 補隊定彩虹補燈 勇敢超越 追求更好 祝大家新的一年 紅布大餐 家家平安 愛不足夠你了 有沒有想我 勇敢超越 追求更好 祝大家新的一年 豐富大餐 家家平安 到產地最新鮮的豬果 所有的食材新鮮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台灣的很多主產現在都變成金餅 送你就是要送國內的農產